近载运通 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收看今天的 稳超胜券节目 那当然今天的一个加权指数 大跌的经营400点 那当然这个投资人 在今天心情上面 可能会觉得快有准 因为这个加权指数 他们认为说应该破底之后 这个加权指数的话 应该有机会做出个反转 结果今天没有 而且今天的盘是 如果说你看得懂 严老师的开盘八法 应该都很清楚了 今天的盘是叫做三点第一盘 三点第一盘本身 它是属于一个叫做重挫盘 所以说今天的一个加权 三点指数大跌的接近400点 那请注意到今天大盘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讯号 第一个这个大盘它是属于一个凹冬量 这个成交只有1900亿附近 昨天成交1700亿 今天成交1900亿 连续两天量缩 未来的大盘 这个成交量还是会再说 那这个地方没有走水的B型反转 也没走水的头肩底 那行情来到这边的话创波段新低 那这个地方的话是属于一个区间 区间 未来的话这个区间 就是属于一个个股表现 那今天要提到两个族群 第一个族群叫做运输族群 航运航空运输的 今天跌幅上面是比较重 跌幅是比较重 电子族群反而是怎么样 反而跌幅没有那么重 所以说我们今天可能重点 要放在运输族群 那运输族群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好不好 这个阳明对不对 今天跌的今天7% 万海今天跌最多跌了9% 星星也在跌 包含这个对长龙 长龙的话对不对 都在跌 那严老师其实对于这个 航空类鼓也好航运类鼓 我的看法其实很简单 如果说你之前没有套牢 在所谓的高档区的时候 如果说你是空手的 你现在航运类鼓 就是一个大家最好的一个机会 可能你今天会看到这个 报章杂志跟你讲 这个欧美航运线 好像要降价20% 对不对 那你今天又看到航运航空股在跌 你就可能认为是真的 真的是这样子吗 有人会好心跟你讲说 现在这个航运类鼓要跌了 你赶快跑 这个你用稍微想一下就知道了 真正的一个内幕消息 它不会在市面上面 这个船 都是少数几个人知道 它绝对不会船 我认为的话现在跌的最深的股票 这个航运类鼓的话你要注意 你要注意 当然你看到别的族群 可能看到元宇宙概念股还是很强 对不对 位数的话今天还在涨 这郁军官股价也不错 阳明官的话上半场打得也不错 那爷老师的看法没有改变 如果说这个大盘未来趋势反转的 有止跌的讯号包含工业用电脑 包含这个元宇宙概念股 我相信都是大家 现在布局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 这个2327的国具 这个对不对 很多股票都实行库长股 包含这个国具在内 今天的话领先大盘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领先大盘 它之前跌得够深 跌得够深已经跌完了 现在进行所谓的倒行反转 所以说这个趋势上面还是往上走 那这个大盘未来的话 我相信库长股的部分会越来越多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台股现在投资人信心不足 所以说这个加选指数 它会不断的不断的 去做出个彻底的动作 但是这个跟个股表现我相信是完全不一样 也许你去买工业用电脑的族群 今天的广基也是很强 今天的振华电的话还是创波段新高 之前的辛亥也是很强 那这些股票其实涨多了 开始拉回修正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 但是老师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你资金要控管一下 不是说一次买很多 买下去以后今天大跌了 快400点的话 你会担心受怕 不用怕 台股的一个基本面没有那么差 6月份台股上市贵 赚了好几兆 然后股东会开完了之后 现金股利又开始出来 我认为大凡现在是遇到一个乱流 这个投资人的心态上面 必须要去做出个调整 心态上面要做个调整 这是最重要的 那不管说在工作上面也好 你一定有工作 你一定有在操作这个所谓的金融商品 这心态上面是要非常健全的 其实投资理财胜负 就在一瞬间 你的心态越正确 你理性的去看待这个大盘上载 还是下跌的话 我相信对于你的理财 对于你的工作人生 应该帮助性更大 当然我们今天的话 有通简讯要跟大家参考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来 我们今天只有卖出这档股票了 好不好 这特别会员的 这档股票是元宇宙的 好不好 元宇宙概念股票 买的比较低啦 这档股票元宇宙概念股的 来定价85元 我相信我看到这个价钱 我就是用上下三档卖出 这个价位应该可以成交啦好不好 你是严老师特别会员的 这档股票应该都在各位的手机里面 那不要把这种解信到网路上面去传啦 尤其是什么 推特啦 APP啦 那个不要传啦 传来传去大家都知道了 这档股票元宇宙的 我们先做一次的一个价差 定价85元 上下三档 应该都卖得出去 来赚多少钱 来打拨拉近 我们不要讲从前怎么样 我们就讲今天加权指数 大跌400点 创波段新低 台面上面有没有一个分析师 可以拿出这种简讯来 我相信应该机会不大啦 你从下午三点半 对不对 一点半的节目一直看 一点半两点 对不对 一直看到晚上12点 应该看不到这种简讯啦 那这个简讯怎么产生的 也就是说当这个加权指数 往下做出个探底之后 元宇宙概念股里面 它是属于非常强势的 那当然这个买进去之后的话 并没有马上赚钱 这中间还是经过震荡整理洗盘 时间也不是很长啦 但是我们怎么样 坚持到最后 最后你就是可以看到到这个结果 今天大盘下跌 严老师的会员 元宇宙概念股的获利16% 100万的话就是先赚个16万 那这档股票 未来我们还要再操作 那今天为什么要卖 因为我怕这档股票修正 修正太大 所以说我短线上面先卖一趟 好不好 赚得多赚得少 请元老师特别会员 你便宜起贤了 好不 这是元老师的心意 那这个股票为什么我不公布 我打算要做第二次第三次的操作 好不好 我就保留给严老师的会员 但是运动财经台的投资人 你真的可以分享一下 老师在节目里告诉你 不是说我赚多少 我只跟你讲你当时候有些股票 就像今天大跌一样 你要进行所谓的买进的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只可以做 不能说 像之前的药华药 我相信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 你真的买点对 拉回敢做的 我相信口袋都满满 这个宝瑞也是一样 生计三建克 药华药 宝瑞 明基医 这个对不对 二七类的 光光类股 那当然这个最近生计类股 好像昨天很强 今天又下来 那昨天要不要卖 当然要卖 这股票不是说只有买没有卖 你有买一定有卖 这个老师的观念跟大家讲很久了 对不对 有人说要卖在这边也可以 这一天没有卖掉的话 你卖这一天也是可以 对不对 真的你不想卖了 对不对 昨天也可以卖 昨天也可以卖 卖了口袋就怎么样 钱就进口袋了 要讲那么多干嘛 这个股票 对不对 从低檔去一直涨一直涨 你如果说你都是用看的话 这个股票就很可惜 你就赚不到钱 对不对 那今天位数也没跌嘛 元宇宙概念股的位数有没有跌 也没跌嘛 没有跌的股票的话 未来你要注意 另外我今天要公布一档股票 给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底部起涨的 到进行创新高 今天大盘下跌400点 这样股票表现还是不错 今天我公布以后 那只是给大家做参考 因为这个本节目受到法规的一个限制 我不希望说大家来参考颜老师的股票 我给你参考的是我操作的一个理念 我操作了一个理念 我不是叫你来参考颜老师的股票 我卖掉之后 我有时候我也没有办法通知你 这个我先讲一下好不好 那这个我们就跟大家公布一下好了 7月7号情人节的这档股票 6月份营收年升54% 来跟大家公布一下森达科 这个股票叫森达科 这简讯在这边来对一下好不好 7月7号来 森达科 亮灯长提满 单股会员的 7月8号来 这简讯跟你讲也是持股续报 昨天再创波段新高 今天小拉会 我们就是公开的跟大家验证 不会有那种什么虚伪造假 好不好 那严老师比较关心大家的一个操作 为什么 因为最近这个大盘啊 很多人怎么样 在摸底 摸底 今天再创波段新低 你要怎么摸吗 摸底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逻辑大的一个所谓的错误 我这样讲你懂意思吧 等于说 庄家跟闲家在拔到十八大号 你知道吗 你认为机会只有一半吗 没有哦 你的胜率是比较低哦 因为你每直出一次投资 尺寸投出去之后 你投得越多 庄家是越占便宜 懂不懂 所以说你出手的次数啊 多了 那个就叫摸底 那如果说是一个上升轨道 从低档区 你确定底部已经成立了 那你每一次去买的话 我相信都能够赚得到钱 你买对标定 因为它是上升轨道嘛 一直往上走嘛 当你没有办法判定说 这个大盘现在是走所谓的上升轨道 现在只是一个小反弹 你这个时候你就摸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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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摸 如果说一根K棒下来 你马上毕业了 你马上毕业了 未来有个大行情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像之前有人怎样 八千点放空 一路空到一万八千点 匪夷所思啊 简直是很神啊 神人你知道吗 然后一万八千点开始做多 从一月五号加钱指数 一直跌到今天七月十二号 这种操作简直是怎么样 反指标 反指标 这个我就不用再讲了 税公园的税公园 流浪汉的流浪汉 真的很可怜 来到股票市场里面操作 其实每一个人的心态 都想说我这个利用这个工作之余也好 我这个退休了 我可能要赚一点零用钱 这个心态上面一定要正确 当然你这个去买股票 不要超出自己能力所范围 你有一百万 你可能投入个二十万三十万 对不对 我严老师没有叫你全部压 如果说你这个心脏不是很够力的话 我的建议说你可能一百万的超出的话 对不对 你就是投个十万二十万 那当你觉得说这个趋势是对你有利的 当然你可以多买一点 你可以买五十万 你可以买八十万 这个要看准了以后再出手 那现在的航行能不能出手 可以出手 因为大凡现在有凹动量了 有凹动量 那当然有人说抢反弹不用 你今天看节目老师送给你两个重要的讯号 第一个讯号凹动量 你已经看到了 7月11号昨天的成交量1700亿 对不对 今天对不对 16号的来看一下 来今天是12号 昨天11号了 加钱指数的话大概成交量1700亿 今天7月12号 加钱指数成交量1900亿 1700 1900 目前为止是属于凹动量 这个看到了 下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讯号 叫做六日线黄金交叉这个十三日线 然后不对要站上五十二均线 这个地方才是真正的一个所谓的转折 那当然今天的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这个来看一下 这个先看一下这个航运内骨这支 长龙的 阳明 很多啦 万海 这都跌幅很深的 那不要乱卖 航运内骨不要乱卖好不好 这个长龙 现金股利18块 阳明的话接近20块钱 这种股票我都能以本益比来讲的话 真的比较低 那短线上面有波动 你也不要挤好不好 那今天特别启动这个紧急专案 不是今天老是要收会员 我今天不收会员 我先讲好不好 今天启动个紧急专案 从你看到电视开始的话 我们24小时帮大家来做出一个持股诊断 来帮大家一个 来帮大家来看一下你手中的股票 先解决大家手中股票的一个问题 我们先把资金抽回来 未来出现大反转折的时候 严老师会提供一档这个标王之王 我希望说大家先把手中股票的问题 先把它完全的处理好了以后 静观其变 等到机会来了 那严老师超盘市会提供一档 七月标王之王 从所谓的资金整理 到所谓的买进关键性转折的一个标股 我们这边一起给他喝成好不好 所以今天的节目里面 我们就限定前面100位 前面100位 不管你是扫描QR Code的 还是说你是收看我们这个节目的 不管你是打电话的加Line的 那麻烦你 要留下这个联络的一个方式 那这100位的话股票问题 那全部交给我们的研究团队 严老师亲自的24小时帮大家服务以外 那未来的一档标股 叫七月的标王之王 我们也会信守承诺 在发动点 在发动点的话 我们会通知大家 但是没有到发动点 你不要那么急 不要那么急 现在要先把各位手中股票 先处理了以后 你满意了以后 我们再去做下一个动作 所以今天的节目 对各位而言的话非常重要 要是今天跟大家结个缘好不好 手中有股票的 来 请注意了 那你今天的话一定要把电话拨通 这个很重要 电话拨通了之后 我们一对一好不好 你今天只要你拨电话进来的 老师一定会回电 今天你只要拨电话进来的话 我等一下一定会私讯给你 好不好 记得今天电话很重要 那持股的问题的话 直接扫描我们QR Code 那记得扫描QR Code 都要留下联络方式跟姓名以外 把你的问题交给我 今天开启一个紧急模式24小时 帮大家来做出个持股分析 那请记得今天电话一定要拨通 拨电话的 撒描QR Code的 未来就有机会做到一个反败为胜 赶快撒描QR Code 机会非常难得 打电话进广告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人员头库严分析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蜿蜒与空投 积极办法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服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助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轮源头库 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排斥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 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请注意 未来民众协助检举交通违规 动态部分已被交通安全危害性较高 且警察不宜实施机查取缔之违规太样为主 如恶意逼车 闯红灯等 静态违规则以严重影响交通安全与秩序的违规停车 如并排停车 在路口违规停车等 另外连续为百同一规定违规行为 时间相隔不到六分钟 即行驶没有超过一个路口 只能合并举发一次哦 其他交通违规 人可拨打110 请警察到场排除 维护交通秩序 全民携手把关 共同维护交安 内政部警政署 感谢您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当然今天的一个大碟 那当然明天有机会反弹 这个每天好的跟坏的应该都会发生 不可能说每天都坏的 但是在这个地方操作 不是说这个一般人就可以做 这个要先讲一下了 那当然我有20年的一个超盘的一个经验 那当然我也知道 这个操作股票一定要顺着趋势去操作 趋势目前为止的话 他竟然在走修正 你当然就不可能说一直去买股票 你一直去买股票 你越买你就越死 我这样讲应该对吧 你这时候应该保留现金嘛 那手中套牢的股票那很简单 到底是好股票还是不好的股票 到底是超跌的 还是说他应该跌的 反弹要卖还是怎样吃股续胞 我相信这个地方需要严老师来帮你 那我今天当然就开放24小时了 来帮助大家了 当然最近我们讲了很多元宇宙概念股的 那当然你应该不容易套脑了 因为都有创新高 轰达店也有创新高 位数也有创新高 在阳明光也有创新高 你要懂得有买有卖 自然而然的话 应该就能够赚得到钱 那第一天对不对 阳明光的话 这个盖起来的时候 应该是6月24号的 那我们也拿这个证据给大家看 这个叫陈信 陈信 6月7号 两天上涨18% 7月7号 情人节是吧 国立的情人节 来 元宇宙概念股 阳明光 大涨7.1元 那7月8号 我说这个卷支笔 嘎空卷支笔31.8 快乐度周末 对不对 老师你的简讯到这边吗 没有 我7月11号我再发一通简讯给你 元宇宙 阳明光来3504 来震2.8元 还在创破断新高 持股续报 持股续报 这天是创破断新高 后面我就不要再讲 因为很多人喜欢怎么样 看着节目在操作 这个千万不要 我卖掉了 我不会在节目里面讲 我先讲一下 这个建达也是很好赚 20块的建达 一直记一直记 几乎快翻倍了 这个地方没人敢买 1万多张 这个地方的话 你也不敢买 2万多张 这个地方涨到3万多张 该卖就卖 现在还有人在讲宏达店 别人不讲我来讲 宏达店 赚两根先卖 不然又打回来了 打回来 要不要买 你自己看 7月5号的简讯 我给你看一下好不好 来 宏达店亮灯掌停板 来 创破断新高 掌停板锁了2万张 2万张 来 导播 拉近 有没有 2万张 大破断操作 来 7月7号情人节的 宏达店 同样给你看 未来我们操作的股票 希望比阳明光更强 希望比位数更强 对不对 对不对 希望怎么样 未来的股票都能够大赚 但是今天很重要 今天很重要 这个没有什么 获利16% 到底没什么 那今天的话全线开放 24小时的一个持股诊断 我希望大家今天一定要好好把握 因为未来关键性的转折 你要参与的话 今天手中的股票就必须要先处理一下 那今天把电话一定一定要拨通 很重要 严老师亲自的一对一的服务 那要做持股诊断了 麻烦你直接扫描QR Code 留下姓名联络方式 如果说目前为止空手的 准备要大赚钱的话 先把名额先hold住 先把名额先hold住 先扫描QR Code 7月份的标王之王就在里面 你先知道你就可以先改位 今天很重要 QR Code一定要扫 我们明天见 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之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们要面对AK并ир在爱后 看见 晚安 晚安 全部都可以 1,2,3,4 Come On Every bay whenever Stallse 來 拥有20年束缚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蜿蜒与空投 借其办法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辅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助算线 02-2321-9933 2321-9933